欢迎大家收看晶片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西部数据Western Digital和Luniton上涨 On Semiconductor和Rarity下跌 2023年10月30日星期一 加密亿万富翁的非盈利组织 购买了价值5亿美元的人工智能数据中心芯片 由NVIDIA支持的初创公司 Soror在筹集到9900万美元资金后 暗示将进行首次公开募股 期货上涨 投资者等待美联储利率决定 关注中东紧张局势 LOG能源解决方案急于提高电动汽车电池产量 请大家收看 西部数据Western Digital和Luniton上涨 On Semiconductor和Rarity下跌 2023年10月30日星期一 美联社 以下是周一交易活跃或价格大幅变动的股票 Western Digital Corp股价上涨 2.32美元至41.29美元 此前发布了令人鼓舞的财务预测 Rarity Inc股价下跌16.05美元至81.82美元 此前公布了令人失望的第三季度盈利和收入数据 On Semiconductor Corp股价下跌15.34美元至68.18美元 此前发布了本季度盈利和收入预测不佳 Mohawk Industries Inc股价上涨87美元至77.43美元 此前超过了华尔街对第三季度财务预测的预期 Healthic Properties Inc股价下跌79美元至15.63美元 此前宣布收购Physicians Realty Trust SoFi Technologies Inc股价下跌8美元至6.79美元 此前提高了全年收入预测 Spirit Realty Capital Inc股价上涨2.07美元至34.42美元 此前被Realty Income收购 Lumentum Holdings Inc股价上涨4.20美元至40.27美元 此前收购了Cloud Lite 加密亿万富翁的非盈利组织购买了价值5亿美元的人工智能数据中心芯片 路透社 由加密货币亿万富翁杰德 麦塔莱不资助的非盈利组织Voltage Park 已购买了价值约5亿美元的英伟达先进芯片 该组织计划将计算能力租给公司进行人工智能AI项目 旨在缓解AI芯片的短缺问题 Voltage Park打算提供长期和短期的低成本AI计算 并在德克萨斯州、弗吉尼亚州和华盛顿州建立英伟达芯片集群 该组织计划在2月份前完全部署这24000颗英伟达芯片 由NVIDIA支持的初创公司Sorot在筹集到9900万美元资金后 暗示将进行首次公开募股 路透社 3D金属打印初创公司Sorot Technologies在一轮融资中筹集到9900万美元 由英伟达的风险投资部门共同领头 这轮融资还包括了本田和Cupid Capital等新投资者的参与 以及保时捷、失乐和通用汽车等现有投资者的参与 Sorot正在开发绿色能源驱动的区域打印技术 以将零部件制造业更靠近客户工厂 以实现供应链回归本土和减少排放 该公司还以获得向西门子能源涡轮提供59吨金属零部件的承诺 并获得了全球制造商的一项书超过了其试点工厂的产能 Sorot首席执行官詹姆斯 德姆斯暗示该公司可能在未来2到3年内上市 期货上涨 投资者等待美联储利率决定 关注中东紧张局势 雅虎 尽管中东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和债券市场担忧增长 美国股指期货周一上涨 标准普尔500指数从7月高点下跌超过10% 地缘政治担忧和美国国债收益率上涨 对美国股市施加了压力 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为4.86% 此前曾突破5% 预计美国财政部将在本季度增加票据 债券和国债拍卖规模 以应对日益恶化的预算赤字 这可能对股市施加进一步压力 LG能源解决方案急于提高电动汽车电池产量 日今亚洲 韩国电池制造商LG能源解决方案正在与西门子合作 在其生产基地引入人工智能支持的质量控制措施 以满足对电动汽车电池的不断增长需求 该公司2021年第三季度销售额增长8% 达到8.2万亿韩元60亿美元 营业利润达到创纪录的7312亿韩元 增长40% LG能源解决方案积压订单价值500万亿韩元 并正在全球10个地点进行建设和扩建工作 LG能源解决方案计划在美国的三个地点与通用汽车共同运营工厂 中国实验室利用微生物将废水转化为半导体材料 南华早报 中国科学家们利用太阳能驱动的细菌创造了一种生产有价值的半导体材料的新方法 研究人员表示从重金属污染水中提取有用化学物质的能力 可能为可持续和环保的生产铺平道路 根据发表在《自然可持续性》杂志上的一项研究 这些用于数字显示太阳能电池板和医药的半导体材料 可以由基因工程细菌在废水中生产 研究团队使用了能够利用200多种有机物质作为营养物的海洋微生物 Libro-Nitrigins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将为大家带来一些关于股市 人工智能和环境科学的新闻 首先 我们来看一下股市动态 西部数据和Lumatum的股价都有上涨 而On Semiconductor和Ravity的股价则有下跌 这些股票的涨跌与公司的财务预测和业绩相关 你们有没有想过 如果我们能预测到股价的涨跌 那么我们就能赚到大钱了 接下来我们来谈谈人工智能 一个由加密货币亿万富翁资助的非盈利组织 Goltage Park刚刚购买了价值5亿美元的英伟达先进芯片 用于进行人工智能项目 这将有助于解决人工智能芯片的短缺问题 并提供低成本的计算能力 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展示了人工智能在不同领域的应用 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加密货币在推动创新方面的重要作用 此外 初创公司Sorai Technologies在筹集到9900万美元资金后 暗示将进行首次公开募股 该公司正在开发绿色能源驱动的区域打印技术 以实现供应链回归本土和减少排放 这是一个非常有前景的项目 将为制造业带来更多的创新和可持续发展 在其他新闻中 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局势和债券市场的担忧 对美国股市施加了压力 但美国股指期货仍然上涨 同时 韩国电池制造商LG能源解决方案 正在加快电动汽车电池的生产 以满足不断增长的需求 最后 让我们来看一下环境科学领域的新进展 中国科学家利用太阳能驱动的细菌 创造了一种生产半导体材料的新方法 这将有助于解决重金属污染的问题 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研究项目 展示了生物技术在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巨大潜力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总结 我们看到了股市 人工智能和环境科学领域的一些重要动态 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时代 但只要我们保持头脑清醒 善于抓住机会 我们就能在这个多元化的世界中取得成功 我期待着和大家一起讨论这些新闻 听听你们的想法和观点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